根本就不是我脾气糯若 是他脾气越来越大 就是上一次我们约着一起去吃饭 他到楼下然后等我 我看他脸色不对 他有很严重的起床气 很严重的 他过来牵我的手 我没敢牵 我怕惹他生气 我这一不牵 他就直接扭头就走了 把我一个人扔在那 没有 当时是 我当时就是刚睡醒 有点懵 然后他叫我一起去吃饭 我当时就想牵他手 然后他就直接把我手给甩了 然后我就是当时 本来就有点猫 然后情绪就上来嘛 就往前走稍微快了一点嘛 然后我没想到 他会没跟上我 后来就是一直怪怪我嘛 怪这有什么怪你的呀 就是觉得我 就在路上嘛 然后因为他走得特别快 辣了很长距离 然后有几个男的过来 就是冒腰号码 就是长得特别凶 我挺害怕的 还一直跟着我 到餐厅跟他讲 他就特别凶 然后一直训我 他训你啊 对 你没出去找那几个人 就是一开始问他 他就不说话 然后我这个人 性子又有点急嘛 说话可能就是冲了一点嘛 后来他跟我说清楚了嘛 就是人家跟着他要号 我说你没有跟人家说 你有男朋友嘛 他说我没有 就是他一路沉默就过来的 然后我说你当时 如果跟人家说了的话 人家可能就不会 就是缠着你的嘛 什么时间呀 就是下午了 有点黑了那时候 天一天 好 所以你说他懦弱是吧 可是我也没给我号码呀 我说他懦弱 也不止就这一件事 还有一次嘛 他那时候出去兼职 晚上回来嘛 当时他打我电话 因为晚上我担心他 我就问了几句 我说你到哪了 车上几个人嘛 他吞吞吞吐吐吐的 说不清 我觉得就是 有点不太对劲 他后来骗我嘛 就是我问他 车上有几个人 他说去兼职的 都在车上 后来我去车站接他嘛 他就一个人在车站嘛 然后我就问他 怎么样 怎么了 他也不说 我到最后不是说了嘛 然后你还是又吼我 大街上这么多人 我感觉自己特别没有面子 就是当时车上就 就他一个人啊 其他的坐兼职的 就没跟他一起回来 然后在车上嘛 因为当时司机 就是说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话嘛 我也没敢跟他讲 因为我一个女孩子 本来去外地坐兼职 他就不放心 你说这要是事 给他讲了 他以后要是 不让我去坐兼职 就不少了一份收入嘛 他这个就是比较懦人 然后就是没有什么 安全意识嘛 当时大晚上 一个人跟人家司机 坐车回来 然后司机又 可是我晚上回来了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 我们就是一件小事嘛 我还去他宿舍楼下 去找他 我说咱们当面 把这事想清楚了吧 其实没什么大事 然后直接就没回我 直接就上楼了 他脾气大 不是这一次两次了 还有一次就是我朋友嘛 请我们去唱歌 他又特别不给我面子 就是当时我朋友 就说了他几句嘛 他直接就是甩脸就走了 你朋友是那时说几句吧 他朋友当时 当着我们面子 说我们俩人不适合 那你怎么不说我朋友 为什么说咱俩不适合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 他直接就当我朋友面子 说我朋友唱歌难听 让他下不来的台了 他朋友唱歌 确实挺难听 然后我看他唱了 一唱不起来 我就跟着几句 然后我一唱 他朋友就停了 然后我一停 就是他朋友就唱了 后来然后他朋友 就跟他说 说你男朋友怎么这么样 你们俩人可能不适合说我们 然后我当时就生气了 就直接走了嘛 你是气性够大的了 他这个人就动不动 就喜欢甩脸子 就上次我们去阅览室看书嘛 他有点累了 他怕是睡着了 然后我就是手机没电嘛 就拿他手机刷毁微博 然后就刷到他 问一个女的要微信 然后加了他聊了几句 我就看着挺生气的 那次是我气性到嘛 当时是我刚睡醒 然后他突然跟我说 我把你号都刷了 QQ微信都刷了 然后我就问他 他说怎么了 然后他也不说话 我觉得他可能又无力取闹了嘛 什么叫我无力取闹啊 我就觉得他当时有女朋友 然后脚踏两只船 那是我以前一个同学 后来就是不联系嘛 然后我刷微博刷到了 然后就是聊了几句嘛 然后就是人家就把微信 那个二维码发给我了 我就加了 然后他 我在那儿睡觉 他玩玩手机 然后就看到了 看到了过后 就直接发皮皮 摔脸色 就是扒了删了 咱们先明确一下 一个女生看到男朋友的手机里面 什么内容都会把它删掉呢 就是我当时也就是刚睡醒 然后突然在 别说刚睡醒 你发肯定是在睡之前发的 你不是在梦里发的 过不过分吧 先说 但是也没什么事 我感觉就是 好吧 这件事咱们就过吧 就是女生 这我们看到 她说你懦弱说的是对的 确实挺懦弱的 因为我不太就是 不太愿意吵是吧 对 不太愿意吵 她现在吧 就是我干什么事 就觉得我烦 她前一站子回老家 她回去都一个多月了 我打电话 就是打十几通 她都不带接的 那时候是我弟弟 也见老丈人 然后就拉着我 就是表弟也 拉着我去壮胆 然后我就一起回去了 然后过了两天 我奶奶又突然生病了 然后我又陪奶奶去医院 去完然后后来 我准备去找她 然后路上车又撞了 就是挺倒霉的嘛 然后就是那一阵子 事又多 心情就不好 然后她经常发一些 没营养的话 什么叫没营养呢 就是我觉得跟她 老长时间没见 我就说我想你了 怎么了 我觉得这情侣之间 就该说这种话呀 哎呦 你们现在怎么样啊 什么状态 她就经常给我冷战 除了冷战之外呢 我觉得我们恋爱到现在 一直都挺好的 我觉得我没什么问题 但是她就是一直觉得 我有问题啊 小朋友 这回事 应该